客人点餐中 下一秒车子冲撞进隔壁臭豆腐店 所有人惊声尖叫拔腿狂奔 其中蓝衣男子惊险逃过死结 绿衣女子目睹一切吓哭泣泣 肇事的15岁少年还被排到紧急下车 绕到副驾驶座拿手机 接着消防人员赶来 紧急将伤者CPR要跟死神抢命 穿着黑衣短裤的旧式臭豆腐店老板娘 投了出来却遭滚烫油锅烫伤 他摸着腹部好痛好痛 到一旁坐着冲水 还有另一名员工也烫伤 他们轮流冲水降温被送医治疗 隔天老板回到店里 只见铁门拉下封锁线围绕 他无奈坐一旁 何时能恢复营业 没有答案 要来看看到底是怎样 当然会叫到 我靠反动 这边也是个人比较重要 这间名店Google评论高达4.2颗星 专卖炸臭豆腐 还有大肠面线和麻辣鸭蟹 不少老饕拍照分享 车祸当下正值晚餐迟短 烫伤的40岁全新员工 全身二度烧烫伤 仍还在医院治疗中 41岁离姓老板娘来自越南 这回遇上意外 治疗后没大碍 已回家休养 后续将提高伤害和毁损 他跑出来的时候才过来这边 他说他这边好痛好痛 我赶快去拿那个烫伤的 要把它先磨一磨这样 臭豆腐店开设十多年 老板娘为人亲切 和周周店家相处融洽 不少人听闻感到十分震惊 人很好啊 我们这边租了四五年 他都没有长过脚 他会跟我买乳味啊 对 然后偶尔他会买咖啡给我们喝这样 臭豆腐店遭殃 短期间无法营业 寿年无罩开车闯下大祸 酿出三死二伤汗室 有民众到场献花 希望死者安息 伤者尽快抗复 当时的新闻称呼 邀庭台北报道